但这些都是变化 是不是改进 还不知道 这一代的宝可梦 还真挺好玩的 我不敢相信我会说这句话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 在正统宝可梦的游戏里 不是靠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任务 而是靠游戏本身提供的目标和乐趣 认真地玩下去了 说实话 一开始我的预期可以说是零 多年以来 宝可梦游戏的不努力 已经让我练就了 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的平常性 剑盾打完一头问号 呵呵一笑也就过去了 而这次的阿尔宙斯 我刚玩没几个小时 嗯 直红起来了 和现代完全把宝可梦当牛做马 还让他们做战斗表演不同 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的故事 发生在古代的神奥地区 人类还不太了解 这些各剧神通的宝可梦们 因为不了解 所以畏惧 视他们为拥有神秘力量的猛兽 你扮演一个从宝可梦现代世界 穿越到古代的哑巴 教导这些古代的哑巴们 宝可梦是要撞到精灵球里去的 不是用来结婚的 曾经有人与宝可梦结婚 曾经有宝可梦与人结婚 可想而知 你作为全大陆 唯一能够正确驱使宝可梦 并拯救世界的 由创世神阿尔宙斯选中的人 你的使命有多重大 你穿越之古代 无依无靠 15岁的年纪 为了一个居所 一口热饭 被一个自称是博士的中老年男子带走 被迫加入当地的武装势力银河队 帮他们完成历史上第一本宝可梦图件 这个故事架构虽然说不上是打磨过 但在宝可梦游戏里也绝对算是新颖了 前期在宝可梦都是主人公要集齐道馆徽章成为联盟冠军嘛 游戏就基本整个略过了故事架构和角色刻画这两个任务 而阿尔宙斯虽然还是没有角色刻画 但因为古代还没有道馆和四天王 所以就设计出了现在的这个故事架构 这个变化是玩家们一进到游戏就能够立刻感觉到的一个 但也是最小的一个 Game Freak几乎把过去宝可梦系列所有习以为常的东西 都推到重新设计 从技能进化这样小的用户体验改进 到宝可梦最根本的推进抓怪方式 都与过往不同 和我之前的担心不一样 这些改动确实一起让宝可梦变成了一个更流畅更好玩的游戏 我数了数一共有四大改动 第一个变化就是宝可梦图鉴 图鉴在过去只要捕捉后就会完成 大家都不太在意 不然就会发现图鉴正纹其实相当惊悚 跳跳珠 会用尾巴蹦来蹦去弹跳的宝可梦 因为是靠跳跃时的震动来使心脏跳动 所以不能停止弹跳 阿尔宙斯里图鉴变成了一系列小任务的合集 比如捕捉 打倒 进化 用特定属性招式打倒 看到某种招式等等 每个宝可梦都要完成多次不同种类的小任务来积累调查等级 调查等级到时就能完成一只宝可梦的图鉴内容 这个设计很好的把图鉴的重要性提了上来 它不仅和玩家的心急息息相关 影响解锁材料清单 实际在冒险过程中 它也很好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游戏目标 成为在荒野上冒险上天入地的重要满足感的来源 第二个大变化要和第三个大变化一起看 一个是整个游戏的推进方式 一个是和宝可梦GO一样的抓怪机制 这是阿尔宙斯最突出的两个优点了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宝可梦的旅行和抓怪方式基本没怎么变 从家里和妈妈打完招呼去见劲敌 然后出发一号道路二号道路什么什么镇 三号道路四号道路 抓怪就是在这些道路上 走到草丛里撞到怪 然后白平转场 非常讲武德的互报家门 把怪打到残血 然后丢精灵球 如此重复直到打道馆 整个游戏就重复这几个大循环几次 直到通关 阿尔宙斯则把这些都推翻 游戏舞台设在村子外的几个大的开放区域 我一进去一下就有了旷野之息的气势感 安静的BGM 菜单UI 画面淡雅的色彩等等 宝可梦们会在这些区域里散步 整个区域可以自由移动探索 不会发生强制战斗 捕捉只需要丢球 如果是比较友善的宝可梦 可以直接当面丢球 如果是有敌意的宝可梦 则需要先进行战斗 在战斗中用老办法捕捉 战斗也是直接在地图上发生 扔出有宝可梦的球 直接在原地开始战斗 不需要转场 互报家门 光是这些注重效率的设计 提升了一大截 不强迫御敌 也不用菜单打断 边走还可以边收集资源 去掉了强制性的大量重复以后 冒险过程变得非常现代 甚至可以说流畅顺滑 这个提升之大 有从2000年的PS2时代JRPG 进化到2016年的PS4时代JRPG的感觉 放在其他游戏可能是一小步 但宝可梦系列会跨这一步 着实是没想到 我更没想到的是 抓抓的感受提升太多了 阿尔宙斯让我玩出了刺客信条的感觉 成了一个前行游戏 而且是比较好玩的前行游戏 就和大部分游戏一样 前行的快感就来自于 通过缓慢布局 找准时机一击必杀 阿尔宙斯里所有的非头目宝可梦 哪怕是有敌意的 都可以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 直接使用精灵球捕捉 如果是从背后扔中宝可梦的 捕获成功率还会显著提升 而且阿尔宙斯的背后击中的特效 给我一种从后面直接扔球 把宝可梦砸懵的感觉 看着实在太爽了 根本停不下来 于是用精灵球 出其不意给宝可梦背后一惊 就成了游戏里我最快乐的时刻 好的夸玩 该说缺点了 第四个改动就是战斗系统 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一贯的攻势 另外增加了迅疾和高猛的招式变化 可以让玩家选择牺牲伤害 获得更多的行动回合 或者反之亦然 但我实际玩下来 感觉阿尔宙斯整体战斗的策略性 相比以往反而是显著下降的 可能是因为数值平衡的问题 我经历的大部分战斗 基本上都是互相秒杀 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也是很常见的 真正能让玩家运筹帷幄的空间很少 高猛和迅疾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每场战斗最终都免不了变成 多此一换一 因为阿尔宙斯去掉了多人模式 所以这是第一次 宝可梦可以和其他JRPG放在一起 在同样的赛道 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衡量 通关之后 我冷静下来 就发现Game Freak要做的功课 还是有很多 最明显的 当然是画面非常糟糕 不仅是图形技术差 美术风格也很失败 渲染距离近得惊人 水的贴图粗糙得可怕 地图上的元素更难识别了 水面以下分辨率直接减半 这些都是在其他Switch游戏里 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缺陷 当然画面在大部分时候 都是不怎么让我出戏的 真正破坏沉浸感的 还要数这个开放世界 实在太平级了 整个大旷野上 只有资源和宝可梦 其他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彩蛋 世界观的文本 隐藏道具 隐藏任务 隐藏场景 真的什么都没有 只有宝可梦和头目宝可梦 而宝可梦只会做三件事情 睡觉 散步 等着被抓 整个游戏只有两个野外村庄 里面只有站着不动 没有事情可做的NPC 到达第三张图的时候 就会发现游戏 无法再提供任何新的探险体验了 只是换一个地貌 换一批宝可梦 做同样的事情 这时候 所谓宝可梦世界的幻想泡沫就破碎了 发现自己其实是在一个付费进入的渔场 宝可梦的存在意义 只是袭击人类和被抓 这是一个宝可梦散养国家公园啊 支线任务单调 主线故事 逻辑跳跃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其他当代游戏 也会犯的错误 一下子要求Game Freak改编那么多 也不现实 就游戏目前呈现的完成品来看 可能也就是刚过及格线 不说和更成熟的JRPG比 和其他怪物收集养成的同类JRPG比 它也远远称不上是最好 但我却玩得很开心 也把它推荐给了我身边的其他朋友 在销量没有压力 完全没到不破不利地步的情况下 Game Freak愿意自己迈出一步 去探索宝可梦系列的未来 还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宝可梦传说二宙斯 是宝可梦系列向现代化游戏 转变的很正确的一步 但很多地方都像是只做好了一个框架 仍然需要更多金刚细作 需要更多丰富的内容 才能够真正优秀 就现在的状态来说 它是个还不错的怪物养成JRPG 也是这么多年来最好玩的宝可梦游戏